我花了几年 准备了准备 准备了最美的东西 美国夏威夷的休眠火山 毛纳基 在夏威夷鱼里的意思是白山 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之一 目前13座顶尖的天文望远镜 就坐落在这 因为四面环海 空气流动顺畅 再加上湿度低 是观察夜空的绝佳地点 科学家计划在山顶建造 30公尺高的望远镜TMT 这将会是全球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 约18层楼高的TMT 最远观测距离可达130亿光年 能帮助判定太阳系外 是否存在其他生物 甚至有助于解开宇宙诞生之谜 然而对夏威夷原住民来说 毛纳基是岛上最神圣的地方 被认为是他们祖先的发源地 布满政府在山上建造巨型望远镜 上百名夏威夷人齐聚街头 透过唱歌 喊口号 或是躺在路上表达抗议 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为高度的争议性 这项耗资14亿美元的计划 花了好几年才通过夏威夷法院同意 而直到今年4月终于开始新建 但才开工没几天就临时喊咖 上百名示威民众堵住毛纳基山路 阻挠新建望远镜 信仰与科学僵持不下 然而目前夏威夷州政府 已经开绿灯发出工程许可证 TMT公司随时可以开工 抗疫团体保护者则表示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 杠上望远镜公司 准备长期抗战 誓言守护圣山 带来新闻杨洁如编译